GOOD 去是蘭卡開展很特別是能夠有份組的行動 不考慮太多 就是很簡單的為主擺上 就是真的是 妳往哪裡去 我們就 往哪裡去 阿妹 當我們好像是走錯路了 看錯家了 但是發現主卻在那裡有預備 準備了這個敞開的門 這位子妹妹呢 這個非常可惡真理 藉著導毒 使他能夠吃飽 更多的享受主 很有心的姊妹 但是他對主是一種敬畏而害怕的心 加強這個情深的呼求 覺得無論我們是何種人 什麼膚色 我們都將我們的愛情給主 被那些尋仇者 被他們點過 因為他們相承是這麼的絕對跟單純 但是對我們而言 可能在台灣好像就很方便 好像就有 就是可有可無 經歷身體的帶領 經歷身體的帶領 一起去學校 我就被校警發現 我在學校傳福音 他們的反應很大 很難解釋的那個環境裡面 我就跟主說 主啊我不是一個人 是在身體裡 我跟弟兄姊妹一同的經歷 比如說我在開展的時候 我就會被說 這是違法的 我覺得在台灣 不可能有人說 傳福音是違法的 當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 真的是仇敵很不甘心 我們仍然是 竭力的去傳 並沒有 並沒有就這樣退縮 實在是有失望 所以仇敵才會害怕 傳福音的過程當中 一直的受到 詆毀和控告 所以呢 我們越傳就越下沉 但是這些主的話 是作為我硬實的供應 然後就 願意出去再 向這些斯里蘭卡人 傳福音 無論他們的 反應是如何 我就覺得 主就是我那個真實的愛 原本是沒有任何一處照會 最後一週 最後照會真的成立了 然後也看見了許多 我們戴德舊的新人的家 新人的朋友 一起來到我們那個照會裡 然後在那天 我們老母娘的照會成立 而他們來的過程 我們就像半個斯里蘭卡的 一樣 就像半個主人 然後在那邊接待他們 撥餅的那一剎那 我們乃是不同膚色的手 但是在那裡 有不同一個餅 就看見我們乃是 宇宙中一個身體 這個基督宇宙的身體 是需要有人 在那裡同心合意 鑑定之處 然後最後就可以 將這個基督宇宙的身體 擴展出來 我們就好像真的屬於斯里蘭卡 當我們在這裡 願意從這裡面跨出來 衝破語言的限制 衝破文化的限制 衝破感覺上的限制 不再被這些捆綁的時候 就寶貝主就在我們身上有路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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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